在台中大坑风景区九号步道旁 有一家传统小食店 没有华丽的装潢 却有着古早味的亲切感 店门口就放着三口大瓮 热气缓缓升起 瓮里闷着的是香喷喷的瓮缸机 时间一到锅盖打开 香味立刻飘出来 要怎么做出这么香味四溢的烤鸡呢 老板说要有三道繁复的手续 才能做得出来哦 我是用这个花椒 炒盐棒 然后泡在这个加这个花凉酒 下去把它抹在这个烤鸡的上面 把它抹在上面以后呢 我就腌制大概四个小时 第二道然后就放下去烤 烤的时候呢 我已经腌制好的这个烤鸡啊 我到时候要开始要 这个放在混缸机里面 要开始烤的时候 我第一道要先喷 喷这个也是用 用米酒加龙眼蜜加这个人参酒 这三个第一道的这个程序 我先把它喷散在鸡的上面 新鲜的鸡肉经过老板第一道的烘烤 外皮已经非常的金黄了 但是老板说这样还不够 好的用香茅和米酒覆盖鸡肉 经过第二道高温窑烤 等待四十五分钟 美味才算大功告成啊 这个第三道完成了 等于四十五分钟以后 大火再烤三分钟 再焖十分钟以后拿出来的鸡 就算已经完成了 可以食用的这个好鸡啦 旺钢鸡 经过三道手续 等待将近两个钟头的旺钢鸡 终于完成了 看着鸡皮金黄酥脆的样子 真的非常好吃 一撕开鸡皮 鸡油立刻流了下来 吃起来肉质残牙又不干柴 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鸡皮金黄酥脆 当然是就是味道比较差一点 一般买鸡皮你就把它变起来 不吃完的话变起来 第二天我就用这个微波炉 再把它微波一下 把它就可以吃了 但是如果你要怕这样回去 最好是带点鸡油 烤鸡出来的鸡油 带点鸡油回去 再把它稍微稀释一下 把它抹在上面 或许会好一点 其实做法繁复 又香喷喷的瓮钢鸡 不到四百元就可以品尝 价格真的相当的亲民呢 这个传统又带有 创新做法的瓮钢鸡 让原本仇是又教育的老板 在美食界闯出不一样的天空 如果有机会来到大坑 风景区 登山九号登山步道 欢迎到闵餐厅 从九号登山步道口到闵餐厅 大约两分钟 有空欢迎你们 历龄参观 来指导 大概是这样 来用餐 我们非常的欢迎 我们会给你们打着油弹 我们下轻冲的地方 我们下轻冰 Fairy 有空欢迎